那個坐到淡水會經過紅樹林 那這樣的話離樹林就不遠了喔 紅樹林跟樹林 李博生洗金山南路 他說 那這樣的話我們改天找時間 我們一直洗 我們去金山老街 他是在開玩笑 他講得很像話吧 沒有 他是真的 下雨天鞋子髒 我說那我幫你洗鞋子 第二天天氣好 我幫你洗鞋子 他說 你現在幹嘛洗 鞋子濕濕的怎麼洗 鞋子濕濕的怎麼洗 然後看中華隊棒球 看棒球 然後中華隊在六局上遭遇了亂流 什麼不穩 因此而隱憾 他就跟我講說 遭遇了亂 這個老婆很加分 加分 好可愛 可是我老婆 她生活比較沒有辦法自理 因為她從小就是兩個姊姊照顧 爸爸媽媽疼愛 所以她是受很多寵愛在面 所以她不會廚房 她也不會什麼晾衣服 生活白癡 對 然後她嫁給我之後 她對我做了這 我這人生一輩子最偉大的事情 就是生了一個女兒 生了一個普密 整個焦點就在孩子身上 她生活上沒有辦法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事情是反過來的 家裡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知道放在哪裡 她都不知道 你們兩個之間最大的角度叫做什麼 互補 分工合作 對 就是她負責最辛苦的小孩子 我負責外物 對 因為我又很好強 我喜歡把事情全部懶得做 衣服你不要洗 我洗 因為衣服一天不會洗不會怎麼樣 垃圾火到 她也不怎麼分類 她不會分類 她到現在已經41歲 還不會分類 她天生到令人發寒 不傻不笨她會嫁給妳 好傻好天生 憲哥在我問妳的時候 她一上台憲哥說 哪有新郎主持的 真是 我來看看哪個笨蛋嫁給她 妳怎麼這樣啊 我跟她講 那個坐到淡水會經過紅樹林 那這樣的話離樹林就不遠了 紅樹林跟樹林就不遠了 騎波車騎金山南路 她說 那這樣的話我們改天找時間 我們一直洗 我們去金山老街 她是在開 晚上講得很像話吧 沒有 她是真的 她鞋子髒了 然後下雨天鞋子髒了 我說那我幫妳洗鞋子 那第二天天氣好 想幫妳洗鞋子 她說 她說妳現在幹嘛洗 鞋子姿勢的怎麼洗 鞋子姿勢的怎麼洗 她沒有辦法 很可愛耶 很可愛 然後看中華隊棒球 看棒球 然後說中華隊在六局上 遭遇了亂流 什麼不穩然後因此而隱恨 她就跟我講說 天氣不好幹嘛還打棒球 終於亂流 她就說 她會笑出來 這個不是很基本的 是 終於亂流說 這個老婆很加分 加分 年紀大妳要多少 我大她 可以了 好厲害 快要一輪 你看這樣生活多有情趣 真的 7歲 牛還想啃嫩草 還要在身體 快大一輪了 真的是 人青春的肉體 是 人青春的肉體 是 人青春的肉體